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Corner of Spirits 我是你们的业余调酒师Thomas 这个星期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杯非常甜美好喝的小众经典调酒 名字叫做年轻人,Young Man 这杯调酒第一次出现是在Harry Crada所写的The Savoy Hotel Bowl里面 但Harry Crada应该不是这杯酒的发明者 那关于这本书跟Harry Crada这位调酒师 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我们调Young Man这杯调酒需要用到五种材料 白兰蒂,甜味美丝,库尔萨,我这里用的是干曼仪 还有原味苦精 那个Marasquino Cherry是用来装饰的 家里没有的话可以忽略 然后从这个配方可以看出来 这杯酒其实是一杯白兰蒂版本的曼哈顿 我们先下60毫升的白兰蒂 20毫升的甜味美丝 一个8勺,大概5毫升的库尔萨 最后下两个dash的原味苦精 那按照The Savoy Cotel Bowl里面的记载 这杯调酒是需要用到shake的方式 但是按照现在的调酒理论 像这种没有果汁的调酒我们一般都会用到stir的方式 加冰搅拌30秒左右 过滤到一个冷冻好的库碑里面 最后放进一颗Marasquino Cherry作为装饰 这样子一杯Young Man就完成了 这杯酒相对于曼哈顿更加油顺日入口 果香非常丰富,甜而不腻 如果说你已经喝逆了曼哈顿的话 强烈推荐你们试一下这一杯 好了,我的这一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麻烦点赞,投币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